那么今天还在持续等待军高院最新的一个评议结果这个时刻 其实洪家人洪姐姐早上接受大家采访也强调 说一个谎要用试个谎来圆 那么他认为对他们的家属来讲 这当然就叫做篡政 非得要到这个时刻的好像才又问出了 才又查出这么一点点东西 但是最后评议结果会是如何呢 会如洪家的委任律师李律师所讲的 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到 其实他并不是太乐观 虽然在一般的民间司法任地 这当然就叫篡宫啊 好那军方的一个侦办的一个诚意 今天整个红案历经第三位的部长 这位新的部长延民 今天正式的做交接 交接完之后立刻就参与了行政院会 但是我们要看到是延民的上来 接下来大家对整个案子 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所期待 有话哥可以期待了吗 延民上来 延民上来不必期待 不必期待 对还是不能期待 第一个 延民他其实对于所谓的陆军系统 海军系统 甚至于空军系统 他都不太熟 因为他是空军的呀 他虽然是空军 可是他是因为到了延勤寿高华柱的提拔 再重回空军 他空军总司令 单的任期不长 参谋总 那个副总长任期也那个不长 然后那个副司令 他也不长 那我必须讲是 现在延民他那个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要怎么接高华柱的班 坦白来讲这是出问题的是军令系统 军令系统是高华柱不在国内的时候应该延民负责 我可以确确的说陆军单位的人跟我讲 所有的陆军报告还有陆军策查的结果全部都是延民压下来的 换句话说延民根本不相信陆军 所以有一些陆军将领都跟我讲到 他说今天临时陆军的是谁 就是延民 他说如果总长的态度这样子 他重来升任部长 我怎么配合你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延民自己把案子弄成这样子 我之所以会关注到红案 我也要谢谢延民 我还是谢谢他 如果不是说他要告我的话 我也不会想要去挖那么多 越挖越多 越挖越多 所以他如何处理 那我就要看他怎么样稳定军心 然后第三个必须确确的说 如果是延民担任国防部长 这个案子既然在他手上发生 你马英九他的想法大概也跟我差不多 在你手上发生的话 你就在你手上了结 所以我还是觉得延民如果没有办法 处理好红案的话 他还是会步上高华柱跟杨念祖的后程 好 我们说谢谢宇华哥 在八天换了三个部长 不要再换了 我不知道够不够人换了 那么总统还是很开心的11号 还是要照样的出访去中南美洲 那没有关系 那么到底是延民整理的事情 从一开始 因为他是参谋总长 所以他全程都有参与 现在做了部长之后 他要如何回应这么多这么多的民意 我们接下来就请欧老师 那么我们说延民他如何回应民意 我相信这两波的一个上街头 公民自觉行动 他应该都看到了 但是两年三级跳的他 在军中同僚当中 大家会觉得说 你也很好玩 马家军吗 但是我们同一时间看到了还有 那谁接他的参谋总长位置高广齐 他更是马家军 协同会更加的亲密 所以现在看来说 都换上马家军了嘛 这个国防部分不应该再出问题 我认为马英九 他不会在轻易的短时间里面 再去震动他这个国防部的人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虽然有号哥这样批评言明了 不过我给延民另外一个期待 因为刚才所有的分析 大家观众都听到了 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出现 就是结构性的犯罪 因为原本沈威智那个角色 不够明朗的时候 我们还不了解 什么叫做结构性的犯罪 大家也听不懂 什么叫结构性的犯罪 要知道沈威智他本来身份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幕僚出身的 而且他在同期的 所有的这个毕业冠军里面 他其实是第一个拿到将军的 他的整个成绩是很优异的 好那他为什么会到52里去以后 变成这样好这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结构性的因素使他变成这样 所以我在这里借这个时间 先提醒一个办案的关键点 就是说他何以到那个位置 他没有必要要去跟着他的副旅长 或者是参蒙主席等等 假设有任何其他人设案 他不需要跟着起舞 对不对 结果最后他变成首谋 这有点像什么呢 明治天皇到底不是 是不是发动二次战争的首谋 还是东桥英姬呢 结果证明明治天皇 他主持了15次的会议 他什么都知道嘛 是他拍板的 好那这回头来 这就叫做结构性的犯罪 那这边一定有个结构性的利益在里面 好那回头在这里 严明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进入结构性的犯罪 让这个结构性的情况 浮现在检调前面就够了 是好 然后以及检调该怎么办就办 好那回头说高朗期这边 因为高朗这个角色 是他第一礼嘛 那因为高朗我们知道在之前 曾经因为这个郑索税的案子 那说了总统不喜欢听的话 所以高朗已经就是离开了这个团队 那通常离开团队以后 按我所知 马旁边的所谓核心团队一旦离开以后 其实不太就 不会继续认为说就是他的人马 好所以这次如果说 再把高朗期放进来的话 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 总统他希望把他的原来所谓的 比较核心团队稍微再扩大一些 再不然就是说 印了一句话 军中有一句话说 目前已经真的是没有人可以用了 没有人可以用了 再加上说五四二旅是从根已经烂到底了 如果五四二旅号称所谓天下第一旅 加上隔壁的熊士部队都已经是 像是从根烂到底那样的话 那你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唯一只好用不是陆军的两边 先把情况明朗化 那这点有点像马英九的个性 因为马英九立志把台湾的所有的派系弄掉 这个是大致上九成完成了 好那现在在军队这边呢 也比较符合他的洁癖的这个形象 但是我们很确定看到 在这里呢 不管找的是要马家军自己能够信任人也好 应该怎么分析都行 但重点是高广旗的一个出现 其实已经打乱了 这个军方他们自己有一个 轮掉了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步骤 那么现在按理说 蔡博总长应该轮到是陆军 但是因为陆军全部被打趴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陆军 那陆军你处理不好 那现在怎么办 全部被打趴 所以这里头 总统这样的安排 是警告 还是更加会引发 他们的内斗到 接下来还是可能没完没了 X先生 之前我们知道 他是在立法院担任国会助理 我们就看到说 你对这样的国防部长来 你觉得五四两履能够有进步吗 还是说其实你看到这里头 真的是另外一个斗争的一个开始而已 其实从今天这次的整个部局 我们看到其实本来 呼声比较高的是林真宜 但是最后被延民直接杀出陈奥金 其实我必须要说 在我们在立法院工作的时间 三军的这个内斗是非常严重的 大家可能不要看 可能现在看到是台面上一些政治因素的一个问题 可是私底下 他们其实黑寒是满天飞的 他们怎么放黑寒呢 他们会在晚上 大家都下班时间 你就直接塞在办公室 立委办公室的门的下面 为什么 因为他像有一些可能 比较喜欢爆料的立委 拿到这个黑寒之后 就去查证这整件事 然后最后帮他们借刀杀人的感觉 其实我收过很多很莫名其妙的黑寒 像海军咬空军 空军咬陆军 陆军又去咬海军 这整个情形里面 里面整个资料就是很光怪陆离 再夸张的事情都写得出来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件事 延民其实你这次上任最主要的目的 应该是先要平息整个洪洞 结果案件的一个争议 但是我们可能看到一件事 大家可能最近今天不知道 然后我们昨天是在节目里面 独家披露我们那个神秘手机的流向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把这个手机给散转的抢回来了 保存了一个证据下来 但是最后军检你今天做了什么 你去威胁了五四两里里面的弟兄 你叫他们大家要去出庭 要去给你们去坐证 坐证就算了 如果是一般的话 因为去军检坐证 我们不会有意见 但是你是叫什么 你是叫宪兵队 你叫宪兵队你约军人身份的 我们也没有意见 但是你约的是什么 你约的是退伍弟兄 那感觉是什么 你把人叫过去 然后说你们来坐证 如果你们敢乱讲 不去把手机的流向咬出来的话 我就统统给你们伪证罪 那想说这些二十几岁当兵的年轻人 他们都害怕 你如果说你今天约他们的目的 不是要去针对案情来做一个厘清 而是要去做封口或者是灭证的话 白三星绝对还会第三次出现在街头上 是 好 讲到这 我们军方好像一直都没有在继续的进步 那也实在太糟糕了吧 好 那相关案情持续再做分析 我们休息会 待会回来